又到了虎头兰盛开的季节 红色虎头兰高贵气派 绿色虎头兰娇美典雅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选购 打算买几盆大概要挑什么颜色 今天打算可能买个六盆吧 就是我觉得金色跟那个粉色是非常讨喜 这边种很多虎头兰 花都好漂亮 邀请各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一支乡 采买我们面积最大也最漂亮的 这个福气的开头虎头兰 那另外我们搭配了印象春游 鱼池香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选择了三个不一样的景点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打卡 虎头兰因为纯瓣的形状 很像虎头而得名 成串开展的花朵搭配绿叶 造型高雅秀丽 观赏其又长受到民众青睐 兰元主人一边忙着打包出货 一边还不忘告诉民众如何照顾 我们先放在室外 大概等它开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拿到室内 室内的话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就顺便拿出来外面浇水 然后在外面一两天 然后让它点半日照 然后再放进去室内一个礼拜 重复出的动作 然后这样子的花期 大概可以撑两三个月 我们今年花矿非常的漂亮 虎头虎头象征福气在头 我们抱这盆虎头兰回家 可以让你从第一年 从年头好到年尾 它整体的产量和产值 应该是这样我们全台湾的六十几%到七十%左右 今年因为是好年 所以说它的产值会比较高 兰元主人还说 除了每年用心栽种 品质最优良的虎头兰 供民众选购外 更耗费心力研发新品种 不过研发一种新品项 上市大约要十年 如果民众接受度不高 兰苗就得全部丢弃 虎头兰一年只开一次花 体虚花浓辛劳 民众不妨多多选购 新唐人亚台电视肖正中林佩云 台湾南投采访报导